这个部分的话,我在很多地方上课的内容,大概我会有建立几个方向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如果各位要学习YouTube的话 这个YouTube里面,大家可以学哪些比较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说,你们要认识这个YouTube的影音格式 那YouTube影音格式,应该大家都可以看影片 不过,应该也会遇到那种影片没办法播放的问题 那你要怎么可以解决这种问题 那这边的话,也会牵涉到有关YouTube的影音格式 也就是你将来呢,有些影片录制之后的话 传到YouTube上面去,他哪些可以接受,哪些不能接受 还有哪些播放的品质比较好 那显示出来的画面,解析度,这些都需要稍微了解一下 那你在前置的时候,在录制的时候,你就会先准备好 放上去就会比较是完美的格式,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我想第二个就是如何下载YouTube影片 这个关键字的话,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因为在YouTube上面,现在的影片数量已经多到无法估算了 大概一个都应该不止了,至少都是兆个 因为光我个人的话,我就已经丢了好几万个影片上去了 我一个人就已经丢了上万个影片了 全世界这么多了,你会发现YouTube的影音的数量真的是多到不行 所以如果说你可以善用这个影音的资料库的话 哇,那你可以做到太多事情了 比如说你要想要学习的话 其实YouTube上面有太多东西可以让你去看学习的 而且像国外你要想要学任何东西 其实你打个关键字,基本上都有相关的教学 只是说大部分都是国外的英文,讲英文的 甚至我还听过,应该是中东人讲英文,他在上课 讲的英文,我以为他在讲中东话 后来仔细听,原来他在讲英文 那你也可以透过那个方式 当然你们慢慢也,我是希望各位原自演推国计划 尽量你们也可以慢慢把你们的影片放上去之后 初期你可能可以加个英文字幕之类的 那慢慢的话,你可以用英文来做一些什么东西 那你的对象就会是全世界 另外你会发现各行各业 现在已经慢慢有一个风气了 就是他的产品一定也会把它用YouTube 录制一个影片放在YouTube上面 让一般人去看 因为这样的效果其实还蛮好的 很多人会去买这个产品之前 他会想要先看到不只照片 也不只文字说明 最好是一个影片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应该有这样的经验 看到一些产品 如果说他有影片的话,大家会更好 那再来就是牵涉到我怎么样把相关的影片 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影音保障 那你要怎么把它下载下来 那下载下来的方式 我自己最常用的有两种 一个是用Wantz 那Wantz就是不需要任何的软体就可以把影片下载下来 或者是第二种方式就是你去安装一个软体叫做Real Player 在Real Player安装之后的话,它有个好处 就是你游标放在影片上面 它就会出现一个download list video的一个在右上角的一个标签 告诉你说你是不是要把这个影片download下来 那你把它点一下,你会发现影片就真的download下来 真的非常的便利 但是Real Player有个缺点就是它download下来的档案的格式 可能你还需要做一些转换的动作 那Real Player你想说这怎么这么好 它这个软体要不要钱 其实Real Player它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要一个不用钱的版本 我刚刚讲是不用钱的 可是呢,它当然现在厂商也不是省一个灯 它想说给你用 等到你需要转换的时候呢,它就跳出来 请要购买 为什么?它Basic的版本是免费的 可是如果你要进阶功能,就是要付一点钱 不过还好,像它要付钱的部分,我有别的软体 那我就用别的软体再来转换就好了 所以就没有付到钱 所以他还是没办法赚到我的钱 所以现在的人就是这样 要赚到一般现在的人越来越困难 为什么?现在的人都很聪明 为什么?会去找资源 而且会去比价 比价钱 就是说你买一个东西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比价的经验 就上网去搜寻 没有吗?没有,那一定要学 真的,实在是让你可以感觉到你的钱变大了 也有同样一个东西 像我买这个摄影机好了 外面如果你是去一般的三星卖场买 这个恐怕要卖到六七百块 然后我就网路上PC用24小时看一下 它五百多块 然后你可以用Find Price 有一个网站就是它可以让你去搜寻价格的 然后你只要输入这个东西的关键字 它会把所有网路上 只要有卖这个东西的网站 而且包含价格 它价格由低到高方的排序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最低价钱在哪一个网站 那你可以进去看一下 有的时候果不其然 真的,你就知道网路最低价在哪里 那好,如果说你今天还觉得不够低的话 还有一个方法 我就跑到光华商场去 看一下,比如说可能网路上最低卖到四百多块 结果我就跑去光华商里 看到那个标价 我也吓了一跳 这东西居然只要卖三百多块 对不对 那当然你要跟谁买 当然最低的买 本来七百多块 可以卖到三百多块 哇,那中间差了一倍的价钱 那这个一倍的价钱 其实就是把钱放大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像我今天在看新闻的时候 一直强调说 什么台湾的那个痛苦指数是 什么四小龙最高的 什么七点八多少的 应该有看过这个新闻吧 痛苦指数啊 台湾的痛苦指数 那说什么物价一直涨 其实物价涨没关系 你给它涨 但是你可以跌啊 你可以让它跌回来 所以你可以用一些方法 让自己的金钱变得更多一点点 所以要善用工具 就可以让你的生活好像感觉变得 而且你这个动作我觉得也没有花到什么时间 最重要就是网路了 随时我要找什么东西 我就上网去搜寻一下 所以现在的人呢 用到Google的机会越来越大 如果根据统计 大概一天平均大家会搜寻的 次数会是在十二三次左右 十二到十三次左右 所以如果说你一天里面没有搜寻 十二三次 表示你的那个就是数位化的 这个会稍微稍微稍微比较弱一些 OK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下载之后的东西要怎么样去播放 也蛮重要的就是说 你要需要一个什么呢 播放器跟解码器 那这部分的话我也会做说明 另外的话如何快速剪辑影片 因为影片呢 大部分各位把这个影片产生之后 还会有需要什么把它剪辑 一定会有 那怎么快速剪辑 这个动作也蛮重要 因为早期各位如果不会影音剪辑的话 可能会去抓什么 比较大的那种软体 像什么会声会影 威力导演 或者是Adobe 有一些什么premiere 或者一些什么后制软体 那个软体其实都会非常的麻烦 那有一些简单的软体 我会提供给各位 另外YouTube很厉害 为什么呢 以前YouTube只是帮你存放影片 现在YouTube还可以帮你剪辑影片 你把影片放上去之后 你也可以直接在云端 直接做剪辑的动作 这地方就非常的棒 那第五个就是如何剪辑音讯MP3 那这个地方前提是说 如何找到MP3的音乐档 那其实我跟各位讲 很多人一直在想说 我想要下载哪一首歌 不知道去哪边找 其实在YouTube上面就有了 怎么说呢 YouTube是有声音有影像 那如果你下载的时候 你如果说你只下载 MP3音乐可不可以 那当然也可以啊 当然也可以 就是说你如果只是下载MP3的话 那它就是一个MP3音乐 那基本上最新的音乐 最新的MV都会上去啦 而且还免费让你听 对不对 那你可以把它download下来 那download下来之后 你可以把它转成MP3 或者download的时候 就选择MP3就好了 其实也蛮容易 所以你可以发现 像我之前要找MP3很简单 那就是有朋友要找我帮忙 那我想好吧 那我帮他找一下 找一下嘛 他帮他全部找到之后 下载一下之后 一次全部转MP3 然后把它烧成光碟 给他就好了 另外他说 那太棒了 他就说 那可是我要DVD 因为他车上有那个播放器嘛 放一个DVD 他就可以看MV的话 哇 那会更好 对不对 好吧 那我就帮你下载 下载之后怎么样 帮你转成DVD 也是可以的 都不会有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会用YouTube上面的资源 等同就是说 你有一个很大的影音资料库 而且这些东西 基本上都是free的 都没有用 都没有付到任何一毛钱 那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但前提就是说 前提是说 你必须要会用 那所以其实说真的啦 现在百业为什么要萧条 大家为什么赚不到钱 其实道理很简单 我会常常想说 始作俑者就是谁 就是Google嘛 因为Google把所有东西 都变成不用钱了 那不用钱 大家都赚不到钱啊 所以呢 当然会觉得好像 整个经济变萧条 那道理很简单啊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Google其实真的就是 因为我常常 最近用那个手机的APP也是一样 很多东西像最近 天文 比如说你们观测天文 以前要怎么 买什么天文望远镜 天文的什么 以前我们要关星的话 还要买一个设备 好几万块 比如说这颗星叫什么 这颗星 如果你们在那个 没有光害的地方 看星星的时候 然后有一次呢 我就到那个地方之后呢 然后想说啊对 那个Google有一个叫Sky Map 的一个APP Sky Map 一个程式 一个APP 那我就想说 我把它download下来试试看 结果呢 一装之后发现 哇塞太神奇了 它那个Sky Map 就是说 它download下来 因为手机 有那个水平仪嘛 还有那个GPS 它可以知道你现在的位置 然后呢 如果你移动的话 它也会跟着你移动 所以呢 它也知道你现在的角度 跟方位 所以你一拿下来 它会有水平仪嘛 还有两脚 多少 还有你GPS现在的位置 结果呢 一放 哇 简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一目了然 上面都还有什么 这颗星的名称 叫什么 哇 而且是免费的 我想说 哇 这个 所以Google它在做什么 它在做革命 它把原来 专家做的事情 通通都免费了 那我还需要专家干什么 对不对 所以你们要思考的问题 Google在颠覆 也就是说 你将来 你就是 要能够获利的人 就是怎么样 就是要懂得 使用这些东西 你中间就有获利的空间了 而不是说呢 你一直在想说 以前的经济学理论就是 我一定要 把这个东西 像以前卖东西就这样 我不告诉你的价格 你也没办法去比较价格 我说多少就多少 我说这个东西一千块 你就是跟我买一千块 那你也无从去比价 所以它就赚了 对不对 它可能一个 进价才两百块 它可以赚点八百块 对不对 所以诸如此类的 当然 这个部分 那当然怎么要转换 影音格式 诸如此类的 OK 那 首先的话 我想这部分 后面陆陆续续 跟各位做 这方面的介绍 第一个 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何下载YouTube影片 这个部分 那各位 可以先去搜寻一下 这个keyword 其实将来 我当然 希望各位 能够经常去 去做搜寻 为什么 因为搜寻就有答案了 对不对 搜寻一下 别人一答 如何 下载YouTube影片 这个关键字 哇 怎么这么多 相关的 对不对 因为 太多人在搜寻 每天都会有人搜寻 结果你把它搜寻一下 就会有答案了 比如说 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 第一个 第二个 各位可以看一下 如何下载YouTube影片 这个仿佛很熟悉的感觉 吴老师提供 下载方法 吴老师 这个吴老师 怎么跟我名字 很像的 该不会是巧合吧 我们把它点进去看一下 这个按确定一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 观看字数 在教你什么 它没有讲话的 没有讲话 它就是什么 说不清楚 比如说我现在要下载 这个影片 那找到之后的话 很简单 直接怎么样 在上面 加一个kiss就可以了 不过后来我改一下 那其实好了 我们 这个重点就是 这个吴老师 到底是何许人也 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 这个人 就是 刚好跟我名字 一模一样 该不会是巧合吧 其实 其实 这个就是我的 这是我做的 OK 所以 点进来之后的话 这边还有相关连结 YouTube的 还有 这个是我的部落格 还可以让人家连结 各位可以看到 吴老师教学部落格 如果你点进去之后 想要看更多 这边就是我前一阵子 在6月22号 在公务员训练处 有教了这些东西 所以 各位如果说 想要先知道一些些的话 可以先在这边 网站上看一下 也就是说将来 各位的学习模式 我慢慢 会希望各位跳脱 被动式的学习 请各位 自己上网找答案 或者是上我的 部落格找答案 这样的话 你就已经先知道很多了 我很多内容就不用讲了 你最后只要告诉我 结果 然后过程当中 我会把 你需要知道的 可能你不知道 你可能会 比较容易觉得困难的点 跟大家做说明 或者说提供给各位一些工具 让大家达到你要的目的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面的话 各位可以先看一下 那我 今天我就是 跟各位刚刚讲过 第一个 你要能够 大家要什么 看到照片 眼见为凭 真的 我真的就去 公务人员训练处 各位可以看到 大家我不知道前景 为什么 因为这个 可能会牵涉到 个人隐私权 所以我就拍个背景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从背景看到 这些应该都是 应该都比较中年 这位 这位是比较 还算年轻 前面这些应该都是 比较中年的 那这些都是公务 也是台湾的公务人员 台北市的公务人员 他们 有个地方专门就开这样的课程 OK 第一个 眼见为凭 第二个的话呢 我还要怎么样呢 要写一些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 我刚刚讲的 所言不虚 就是说 我回去 还在写东西 你想说上完课 就已经够累了 回去那还有时间 还要写 但是你不把它写下来 就成为历史 成为过去 成为 可能你哦 就之后就忘记了 所以我会开个头 那要 写东西 要梗嘛 对不对 而且呢 现在人也很懒 你看到一堆文字的时候 你不会有阅读的 可能 不会有那个阅读的动机 所以呢 我还知道说 大家很懒 所以我做什么事情呢 把那个 关键的地方 用红色的字 骂个假 所以有的人 很懒 没关系 你扫描过去之后 你把红色字 扫过去 你就知道 我这一篇在写什么 重点在哪里 重点就是 云端应用 还有呢 云端老师 为什么 因为我吃饭的时候呢 就要乞好 老师 你教什么课 我说 我教云端应用 那你是云端老师 我想说 这个称呼 有点 有点 奇妙 OK 那所有东西都有优缺点 看你怎么看 那当然呢 当然也会有 其实 老一辈的人会认为说 你这个上云端之后 会不会隐私权的问题 绝对 本来刀 本来就是有两面 那你有好有患 对啊 当然了 所以呢 我的上课里面东西 各位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讲的这些 就是刚刚我说 我列出来的那些清单 那我要怎么 逐一的把它铺陈 那实际上 一个课程也是一样 我会发现说 一个课程你要上的好 一定就跟编剧一样 你要铺陈 你要有那个什么 高低起伏 还要有中间还要 有一些所谓 现在讲白话叫 要有梗 要能够让人家觉得 这个东西是我要的 然后呢 要有个起落 要有故事性 最好呢 上课就跟讲故事一样 好像在拍电一样 然后前一阵我去看舞台剧 我发现 哇 那个 那个舞台剧编剧老演 其实很厉害 让你觉得 哇 听下来你不会觉得累 而且不会想要打瞌睡 那为什么有些人上课 会想要打瞌睡 因为老师上课的内容 就是平铺之序 所以我在想说 如果可以把上课 弄得跟 看舞台剧一样的话 哇 那大家每个学生 应该上都很high 对 所以这个也是我在思考的 所以呢 要怎么样去做到的 当然就是要有一些些想法 那我会把它写下来 所以这边的话 各位可以看一下 好 那这边里面 甚至呢 还不够 有照片 有文字 现在还不足够 为什么 还要看影片 所以呢 底下会有影片 假设说你今天呢 要观看影片的话 直接 就点下去 就可以看到相关的影片 所以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个创用C7 后来我查了一段 所谓的创用C7的意思就是说呢 声音有点大 好 那 但是呢 我有个风格 早期会全部放上去 现在的话慢慢的 只放部分 所以你可能可以看到部分 但是不会看到全部 如果你要看到全部的话 你自己再去找 其实我发现啊 懂得聪明的人也会找 比如说我不知道 我如果用这个keyword按右键 搜寻一下会不会找到 其实也可以找到 有没有 这个影片也会出现 所以呢 你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去看 比如说 搜寻影片技巧说明 点进去 有没有 也会搜寻到 其实也会搜寻到部分 OK 所以你可以去找答案 自己去找答案 OK 大概是这样 跟各位开个头 就是说 后面的话 我想我们会先 让大家 学习 怎么去使用YouTube 那等一下会一个一个 逐步的跟各位讲 那 这边的话 可以去搜寻到这个 这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呢 也是我的 我的这个连结 那我 早期只有一个 现在还有第二个 也是我的了 我觉得实在也 也因为这样 看我的东西的人 也就越多了 因为我的教学频道 目前观看次数 应该已经超过 超过一百 一百多万次了吧 一百五十几万次了 看一下 最新次数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的观看次数是 已经到一百六十万次 这个数字应该 应该不算少 OK 所以 上面也没有帅哥 也没有正妹 也没有什么 就是我在一个人 在唱独角戏 结果还有这么多人看 表示说大家有需求 OK 那我最近上 教什么东西 各位也可以看一下 这个留言太多了 那也就是说呢 我的东西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 影音的资料库了 那提供给各位 就是数位内容 回归到原点 如果将来 你们在 你们的世代 要发光发热 要去思考说 你有没有累积 足够的能量 在能量里面的话 就会有一个 所谓的数位内容 如果说你将来 不需要毕业的时候 你只有22K的话 那其实你现在 就要开始累积了 因为在 你的履历表上面 这个就是 你加薪的要件 因为你要证明说 你有什么 就像说 我拿出的东西 说真的 我只要到 各个地方去好了 我比如说做演讲 做教学工作 我几乎都不太需要 自我介绍 即便要自我介绍 我就说 我是吴老师 Google一下 就可以找到我 就这样子 这种自我介绍 我想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做到 如果将来 哪一个时候 你可以说 你Google一下 什么关键字 就可以找到我 那这个感觉 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看看 你自己 有没有一些关键字 或者你有没有什么内容 值得拿出来的 OK 好 我想各位 先试着第一个 先把YouTube 第一个各位要有Google账号 第二个YouTube频道的部分 稍微做一个设置了解一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还有我刚刚所讲的那一些东西 也稍微搜寻一下 了解一下 比如说我们等一下要讲的 如何下载YouTube影片的这个部分 我们下载YouTube频道